教育部突如其来 削减清洁工人的人数 引起了各界关注 大部分家长虽然是赞成 让孩子帮忙校方 分担清洁校园的工作 借此培养孩子的责任心 不过民众却无法认同 教育部调整保安人员的 执行时间 来看记者刘湘玲的报道 为了节省开支 教育部正式削减学校 清洁工人的人数 几乎大部分的学校 清洁工人都减少七成 人手不足 为了确保学校的整洁 一些校方也只能被迫 安排学生参与打扫校园的工作 不过这并不包括清洗厕所 即便如此 父母送孩子到学校除学 如今孩子却还要帮忙校方 整理校园 家长怎么看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东西 因为这样下去你会觉得 好像比如说在日本 他们有这个活动 是从小学院到最后 是给他们学 不要弄暗藏我们的environment 是一个好的习惯来的 没有什么打扫 是我们大人打扫 可以教他一种帮忙大人 有一点责任感 这孩子有意啊 他每次都有帮忙做教育吗 可以啦 不要紧的 小孩子给他做多一点好吗 这样才好嘛 不要折要宠他们 这么要孩子去定期做那个大扫车 你一定有一个理由出来的嘛 因为不够清洗厕 这个理由够吗 这样不够 不行 你觉得不行 你觉得孩子的责任是 你读书的嘛 你如果是给他学习又不同嘛 给大家喝酒叫大扫车的 学校的美化就比较漂亮 比较干净 那么上课就比较 感觉上很新鲜的空气啊 感觉上很宽阔的地方 我们可以学习要怎样去 自己去保持这个学校的清洁 可能学生啊 校长啊 还是老师 自己要有这个责任 去清洁 清洁回自己啊 好像我们发生这样 自己清洁回自己的地方 政府大看学校 清洁工人和保安的拨款 引起各界关注 一些民众虽然明白 政府也是身不由己 只不过有人就认为 就算要削减清洁工人的人寿 也不能一次过减少太多 你叫他不要看学校的啦 其他的看没关系啊 看其他的不要看学校的 学校最重要 给小孩子一个全土 你知道吗 不可以减太多咯 太多又不可以的 够了就算了 工人情绪就可以了 如果管理层也更多 更多好像蓝蓝蓝蓝这样就 你一百个人没有用的 好像我们开招 我一个人就可以 他们要三四个 你假如大 你太少人不够用 然后你知道啦 这么小多小学生 在那边尿尿多臭啊 即便保安人员的人数 还是维持不变 不过教育部重新调整 保安人员的站岗时间 在调整之后 四名保安人员将分成 三个时段值班 每个时段工作八小时 白天有两名保安人员站岗 不过从下午三点开始 都只有一名保安人员 会在两个不同的时段值班 民众认为 这样的安排并不妥当 我们有试过听过 有些学校会有东西 比如说电脑啊 重要的东西才 这样的东西就不见 所以你觉得晚上一个人是不够的 不够 这怎样就要有两个了 除非你们的 那个学校的保安 有跟警察局有联络 联系 有什么事情 他们可以马上叫到警察来 最重要的是保安 真的是很重要 保安很重要很重要 你一个人啊 他做啊 他也是没有什么意思 他也是怕的嘛 就是如果有多个人 有他好讲啊 保安人员 两个人员 是互相帮助 是个伙伴 互相帮助的 如果是单一个人员 那一个人出问题的 谁来帮他 不能 是安全 安全保障 根据原有的安排 四名保安人员 分成两组工作 各站岗12个小时 大部分家长认为 就算要削减开支 学校的保安工作 绝不能松懈 他们希望政府关注 校园保安问题 保障孩子的安全 NTV7 柳湘林 财宝宝道